大家好,我們這次研究的主題是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是英國作家卷佩羅尼佛寫了幾萬人前系列小說 那是主角哈利波特在莫格瓦的紀念書中的冒險故事 哈利波特系列小說一共分成七集,被翻成75種語言 也被明明世界上最恰銷的小說景點 電影公司把這齊景小說改成發出電影 也是全球即將更愛做的電影系列之一 此外還有主題樂園的災量編成作品 此作者羅尼在作品牌承托成為英國最富裕的體系人物之一 這次挑釁了英國品牌一例320 根據作者的介紹,這個故事的靈感是他在火車上蒙發的主題 他當時也經常在一家咖啡館中專情移植小說 其中也有很多關於造個場面的內容 除了正義和邪惡的對抗不斷積業和明顯化 一些人物面重要的選擇,人性的因子也變得出來 一些出現在樹中的物體也被帶進入現時期間 例如在一些國家出現,能帶到國地省口味都很難過 我們發現了一些人物面臨是行事的解決方法 不會影響世界最多人的經驗 一次我們學歷學的四個最重要的人物改做了不斷 他一部隊是葛萊科教學生 他人物面臨是學校裡的三人 他的父母為統治他有在國地的查理 他通常是在德思議家 我們覺得他也不錯的能夠,他一定有辦法和善良 柏蒂摩以前是史萊塚裡的學生,曾開啟的藝術 他的父親他雖然不全國小生活在佛樂園 我們確認出柏蒂摩的能夠特質是邪惡和人性 鄭博麗多是獲得法治的下達,是一位法力高強的復習 他總是願意再給別人一次機會去國地摩文化貴的 我們覺得鄧貴多的能夠特質是有知或聰明和大愛 史萊塚我們要學教授,依常用他的方法和負伴力 他以前是史萊塚在佛樂園的身上,我們把藝術的所謂感性回復 我們確認出柏蒂摩的能夠特質是柏的 我們發現柏蒂摩和柏蒂摩的家庭背景都差不多 但是兩個最後選擇不同的道路 柏蒂摩和時萊塚都喜歡的魔法,但柏蒂摩都感覺不合作 這柏蒂摩是個有智慧的人,總是願意相信別人和願意欺慎來幫助自己更多難的事 這次的主題研究讓我們知道,就算一個人的家庭背景不好 只要有一顆有感染的心和增長思考,那你就會出過年級的高增長 但如果有一個十二的心,就不會通往不好的當 對方是哈利公園的福利物館 這次的主題研究也讓我們在哈利公園小廁會長進的研究中間 我們的報告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